北京舞蹈学院 蝴蝶舞专业 本科 大家好 我叫金梦 今年22岁就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 蝴蝶舞专业 很荣幸能来到《非你莫属》这个舞台 今天我希望能在这儿找到一份有关经理 助理或活动执行类的工作 希望各位老板能喜欢我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您好 欢迎金梦 好高啊 哪年毕业的 去年毕业的 去年毕业的 就是一直在学舞 对 一直在学舞蹈 那为什么不跳了呢 因为在大学大四的时候受伤了 就是腰肌错位 而且发炎挺严重的 所以就没有办法 那现在还能跳吗 现在也可以跳 只是不能大幅度的那个动作是不可以的 今天要找的工作和跳舞没关系 对吧 是不是 对 别我说 得你说 是 那是这样的 完全在舞台上那样可能现在是不可以的 但是我希望也能利用到 用到专业这样的方面 要不就白学了吗 你这一年干嘛了 一年做经理助理 在演艺经济公司 那为什么不做了 因为公司的发展前景不是很好 今天求职就要找一个 经理助理或活动执行 经理助理或者活动执行 其实我还想加一个就是艺术培训 因为我知道国家音乐产业基地有这个职位 艺术培训 我们现在的确正好有这个职位 而且坦白说 这方面的人才其实需要的综合能力 就之前他有这方面的一些基础 比如说学过这舞蹈或者声乐这些专业 另外呢 他自己也有一个这方面的一个热情 是这样的 你今天其实是有目标来的 对对对 你的目标是 国家音乐产业基地 除此之外呢 华谊传媒 华谊传媒 华谊传媒此间你那有演出吗 有一些吧 你看你那么勉强 怎么着 因为看到这个 谢谢你 看到金梦了就出来有一些 非常大气 非常赞赏 你你长得很漂亮 然后你穿的衣服却不像那些女孩子 穿的花花绿绿的 很简单的 很朴素的算的 这是看到你的一个素养的 这个素养对你将来人生道路 应该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 然后 我是想往后看一下 看看你在其他地方能力展示 因为很多地方 我现在给你打的都是很高分 往下走吧 好 继续走能力 要显示能力 能力 能力 舞蹈的专算肯定是很好的 你做经理 做的更多的肯定还是职场的经理 你觉得你做了一年的工作 你觉得你的 你肯定就对自己有个评判 你觉得你做的好的 大概有哪些 做的好的 其实 那就是我之前的工作有用 因为是演艺经纪公司 我们对于演出业务有很多 那么我利用了专业 这个是因为有时候会演出业务 会出现一些状况 那么这种突发事件 我可以利用自己的专业 然后 可以解决一些问题 对 比如说像我们之前演出业务 那晚上演出 那下午时候音乐就不对了 那些演员怎么办 那只能就是现场 现编 现改 然后重新组织他们和音乐 然后还有就是 演员有时候上台 就是舞蹈表演嘛 涉及到一些队形的问题 那演员也是在走台的时候 他受伤了 从下台阶的时候就摔下来了 那只能我来顶替 卖了 来周老师 这是一个你喜欢的求职者 对不对 对 我非常喜欢 因为我觉得他的形象 仪表很大气 而且他从小学舞蹈 可能养成了一个 很好的礼仪的这种仪态 所以我喜欢 而且谈话也很淡定 我倒是觉得 你做 往这个 你原本想的这个方向去发展 这样不会把你的专业 扔了 比较好 好 那个你提到的 这个公关活动执行 巴黛你刚才说的 就是你要协调一些 这种突发状况 你在活动事情上面 是负责这个 AV这些设备 还是灯光音响效果 还是协调 那些不是我的专业 我不懂 我是在演出业务负责 专门舞蹈的 歌舞这一部分 尤其是舞蹈 对 其他那个 自有人负责 就舞蹈的编排 对对对 舞蹈的编排 审查 都是由我来的 从领导项目 直接到上台 整个的舞蹈的全有成 对对对 全有我 一直学舞蹈的 没什么经验 第一印象 做出判断和选择 12位选择 小辉离开 来 天生我有才 既然是学古典舞 虽然现在跳不了 大动作了 给你一段音乐 你就怎么跳 让我们看看 那个状态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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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咇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很真实 比如说有一次我们除了演出业务 还有关于是模特的拍摄 平面拍摄这一块 那有一次就是模特他自己 因为他皮肤过敏 他不要就是过来 不要打化妆师的一些粉底 那些东西他不要用 然后就跟化妆师发生了争执 然后模特自己就要走了 然后我就去揽着模特 其实他不是这个意思 因为我们赶时间很着急 把您请来我们是很有诚意的 您能否就是 我们也会有其他的化妆师给您化妆 他当时的态度不太好 这是我们的问题 我们会下面会处理 希望您就是能跟我们继续合作 就是看到了我的诚意 好的 在你做这个经纪公司的时候 就是你做活动公关策划 你是负责策划呀 还是就是执行 执行 策划是谁来做的 经纪人 还是偏执行 来月明 你好 你在之前的经纪公司 也做了一年的时间了 然后你大概介绍一下 这个公司就是规模方面 另外呢 你在这个公司发现哪些问题 规模是一家小公司 我们多少人一共 二十多人 二十多人 问题就是 我们经常会有一些 其实我们经常做一些演出代理 或者模特这方面的代理 问题所在就是 因为公司赚不着钱的原因 重点原因是因为 我们就等于是 每次合作是三家合作 一方是出钱的人 他会把价钱压得很低 让你来做这项活动 另一方是出人的人 演出业务 演员呀 模特啊 他会把一件价钱抬得很高 所以就一刚开始 出的价钱 就是我们就等于 干着白吆喝 就是只能是我们赚的利润 非常的少 那怎么再协调这个呢 就是而且就是中间会出现 有一些状况 就是干着干着 他俩在一块了 把我们抛开了 有时候会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然后这个公司都没有安全感 没有稳定感 你让员工哪来安全感 好 金梦的条件 其实优势 劣势都出来了 他就要的是一个活动执行 或者是经理助理的工作 他其实能力偏执行 而不是偏策划 各位啊 老板多听我劝一句 我认为 对一个求知者 最大的好感的表达 就应该是 有就给 没有就离开 不要干扰 我们可以在底下说 我支持你 我喜欢你 你跳舞跳得太好了 但是在找工作的时候 该离开 要离开 十一位 选择 来吧 听行工作 华业传媒 此件 总裁助理 总裁助理 有什么教育 那个情国家门中心的 运营经理助理 运营经理助理 来 剧名品给几个两个 第一个是公关 这是商务拓展 来 伊利诺伊 公关活动执行 广告导报 我们主要是 智慧工程 有一个电影公司 我们如果要用 是电影公司 这边的经理助理 大街王 大街王给两个职位 第一个是 销售副总裁的助理 第二就是 公关的 公关的专员 公关专员和 销售副总裁的助理 国家音乐产业基地 岳明 我们也是给两个职位 一个是艺人培训的 这样的一个助理 因为你之前学舞蹈 很相关性 然后第二个职位 是活动执行 当然很多的 全都是音乐 演出类型的活动 这是两个职位 两个职位 其实都跟你的舞蹈 有相关性 好 金梦走上前去 把其中的五盏灯灭掉 是总裁助理 给四千五的两个试用期 大概两个月 两个月以后呢 看你的能力 我把我完成了 三展 我觉得你公关能力很强 将来你如果要赐苦的话 它会有很好的发展空间 谢谢 谢谢 好 您这边的空气大于是 我们这两个职位的 基本的薪资都是四千 然后其他的福利保险 这些都有 但我觉得就是说 因为你有之前舞蹈这个基础 然后其实未来发展的空间 还是很大的 好了 好了 15秒的思考 金梦告诉我们的选择是 华语传媒 还是国家音乐产业基地 或者选择跟他们二个招 谢谢你们 再见 我选择国家音乐产业基地